因为外形过于丑陋 美国空军甚至不愿意多看它一眼 得益于此 F-35才能顺利诞生 F-35大家都非常熟悉 它诞生于美军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是目前以及未来十年内美军的主力战机 根据美国武器研发的一贯做法呢 除了F-35 同时研发的至少还要有一型战机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聊聊它 美军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中的 另一架五代机X32 因为丑陋所以惨遭淘汰 这个评价障碍厅确实有些荒谬 选战机又不是选对象 怎么可能只看外表呢 可经过深入了解之后 火力军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颜值也是实力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1994年 美军想研制一种陆海空三军 都能负担得起的轻型战斗机 和当时的联合先进攻击技术合并后 被命名为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 对此计划 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 以及后来被波音合并的脉道 这三家公司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意愿 经过第一轮筛选 剩下马丁与波音两家展开竞争 波音团队利用摇式战机的经验 进度遥遥领先洛克希德团队 不久后 第一架X32实验机率先登场 X32的发动机为F119-614 风扇直径达1.14米 推力可增至222.7千钮 实际使用加力推力187千钮 在低速度或悬停状态 一般堕面不起作用 为了保证飞机的操纵性和安定性 X32设计了一套喷气控制系统 该系统有浮扬 横滚 偏转等多个喷口 主喷口是可以上下偏转20度的推力矢量设计 在发动机当中位置左右 还有两个潜伸力喷口 用来使飞机实现垂直着陆并保持平衡 重点来了 喷气口之所以能推动战机 实现垂直起降 必定需要消耗大量的空气 这些空气从哪来呢 X32在设计时继承了摇式战斗机的理念 采用类飞马发动机的垂直起降方式 好处是有参考经验 研发速度快 弊端是 它也继承了飞马发动机的弊柄 那就是需要一个巨大的进气口 来满足那些喷气口的空气需求 但不管怎么样 X32毕竟是当时最先定性的样机 所以外界一度认为 这可能就是美国空军的下一代新型隐身战斗机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美国空军的飞行员是一个比一个洁癖 他们给出的理由很简单 X32的进气口像一只张着大嘴的蛤蟆 再加上被进气口称的圆鼓鼓的机舱 当它飞到天上的时候 看上去就像一只吃饱了的 且丑陋无比的飞天大蛤蟆 经过口口相传 飞天蛤蟆这个外号迅速轰遍了美国陆海空三军 大家开始致电美国国会 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架飞机成功量产 当然了 这个桥段虽然是档案里的事实 但多少应该也有开玩笑的成分 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 此时的美国空军极度期待另一架试验机 不久后 马丁公司不复冲旺 X35原型机也和大家见面了 虽然这一时期的X35 看上去也很臃肿 甚至说是肥胖 但俗话说丑与美的标准 主要取决于它的参考值 和X32一比 X35的颜值瞬间上升了一个段位 体型也显得秒跳多了 瞅着顺眼 那剩下全是优点 本营公司眼看着自己的X32 在形象上落于下风 赶紧搬出性能弥补 客观来说 X32在性能方面是可圈可点的 气动布局上 它采用了三角无为意识 在设计指标上也具备了短距起飞 和垂直降落的能力 随着飞行速度的升高 其机翼升力大于发动机产生的升力后 喷管会渐渐转向后方 同时将尾喷口打开 为飞机实施双重加速 从而实现超音速飞行 除此之外 波音公司为X32的进气口 专门设计了一套方案 使雷达波只进不出 从而实现战机的超性能引申 对比马丁公司的X35 为进气口单独进行隐身设计 明显是无奈之举 但尾喷口为飞机实施双重加速 X32确实具备前瞻优越性 只可惜 美国空军以及重飞行员 并不是认同这种说法 因为无论如何 X32极大的进气口是一个硬伤 丑陋且无法遮挡 就算不影响隐身效果 真开出去肯定会引来 其他国家同行们的嘲笑 从外形上来看 X32整天都咧着大嘴笑 除非敌国飞行员选择闭上眼睛 否则难让你死我活的空战严肃起来 以上这些反馈并不友好 微音公司为了争取到这笔订单 决定对X32进行一系列整改 可仔细研究一番之后 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 因为如果进气口不改变 X32看起来还是很丑 可如果进气口动了 那就要调整飞机的整个动力系统 重新设计垂直起降 短距起降的方式等等 喜欢自己动手制作一些东西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 把一件成品进行大范围改装 比重新设计一个新品更难 X32也是一样 改装工程量比重新研制一款飞机 还要复杂 如此一来 在时间上本来占据主动权的X32 经过前前后后的调整 慢慢落入了下风 最后美国军方如愿以偿地选择了X35 X32仅有的两架原型机 被送到了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 至此 这场竞争正式落下帷幕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 丑不仅是X32被淘汰的原因之一 更是主要的诱因 洛克希德团队在解决了X35机身框架加工 和生力风扇传动系统的难题后 在第一次实验中就完成了垂直起飞转平飞的过程 表现近乎完美 X32喷气口却遇到了难题 升级版的飞马发动机在垂直起降时 无法避免要吸入发动机的废气 这很容易让飞机失去动力 而X35前面是生地风扇 产生的是冷气流会形成一道风墙 抵挡住尾部排出的高温气体 毫无疑问 这个因素也是X32最终落选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更是硬伤 大家知道三角翼布局速度越高越稳定 但是在低速时 其稳定性就会大大折扣 X32的五尾三角翼布局 不仅机动性差 同时也很难满足在航母起降时的低速性能要求 以上这两个原因被大家普遍认为 是X32被X35打败的关键所在 但是火力军看来 如果美军真的喜欢一型飞机 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比如B-52轰炸机只有前后两个轮子 每次降落要汽车辅助不说 停下来还会一边倒 如此奇葩的设计 结果怎么样呢 经过屡次升级 这架70岁的轰炸机 可能还要再飞30年 比它飞得远的 飞得快的轰炸机比比皆是 但美军宁愿把B-52的内脏换一遍 也不淘汰 美其名曰还要将其建立成空中武库 究其原因 谁让B-52看起来那么顺眼呢 从这一角度出发 X32的毛病不是不能改 而是它的形象已经引起了 美国空军飞行员们生理性的排斥 对此火力军评价一句 波音公司的设计师 怎么就那么不在乎视觉效果呢 众所周知 波音公司是全球第一大民用飞机制造商 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军用飞机制造商 江湖地位无欲伦比 可就在飞机外形上 波音公司是屡屡屡碰壁 严格来说 X32的形象问题 他们是不应该再犯的 咱们来看这张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架BV-235的外形 和某一个动画片的角色如出一辙 火力军猜测 波音公司设计这架直升机的设计师 也很可能养过哈士奇 要不然他怎么会设计出这样一架 让人无法形容的玩意儿呢 上世纪70年代 为了应对苏联的钢铁洪流 美国成立了先进攻击直升机的项目 希克斯基 贝尔 洛马 波音 休斯顿这五家公司 都推出了竞标产品 结果大家都知道 休斯顿飞机公司的 AH-64阿帕奇赢得了合同 而波音的BV-235直升机 第一轮就惨遭淘汰 这个结果相比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关于这架直升机的可用资料较少 不过据说BV-235的性能 比阿帕奇直升机还要强大 之所以没有通过海选 首要原因就是它的长相过于奇葩 火力军很好奇 当时驾驶这架直升机的两个驾驶员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扭曲的面部 诡异的笑容 到底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美军的负责人 你会选择这架直升机吗 抛开性能仅从外形上看 X-32和这架直升机一样 确实不符合新一代战机的用途 无论是进气口还是大肚子 都很难让人把它与高机动 隐身超音速这些特征联系在一起 或许当时波音公司 研制X-32的时候 和BV-235一样 纯粹是为了陪炮而已 美军不允许一家军火商独大 当时洛马公司在民用飞机领域的市场份额 几乎为零 如果它再拿不到五代战机的订单 很可能会在飞机领域 失去与波音的竞争能力 但是波音失去这个合同 影响并不算太大 所以也有不少军迷认为 这是波音公司的又一次放水之作 因为对比战机的动力和系统 视觉效果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关于X-32试验机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如果你是美军 你会选择五官不规则的BV235吗 你认为X-32被淘汰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节目再见 我今天按赞看的 我现在试着 我现在试着 你先不过这些了 我现在试着 你再试着 我再试着 我再试着 感谢观看